Dee 我跟你说 昨天下班之后跟我朋友去唱歌 两个人而已吗 对啊 我也很贵吗 我知道在台湾的KTV 比印尼的KTV贵很多 不会啊 因为我们昨天只想唱一下下而已 所以我们就去 迷你KTV包箱 哦 哦 没去过迷你KTV包厢唱歌 因为在印尼没有这个东西 那是怎么使用的 对啊 好像在印尼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它是用投币来唱歌的 所以你投币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唱歌了 里面最多只能两个人 然后我们会带上耳机来唱歌 而且每个包厢的计算也不一样 啊 这样子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要唱很久的话 去迷你KTV包厢唱歌比较划算 没错 我们通常都会选15分钟的 然后我们会点几首歌之后 我们就唱到副歌 然后我们就直接切歌了 这样就可以唱比较多首歌 啊 聪明聪明 我通常都会跟我一群朋友去夜唱 从凌晨十二点唱到早上六点 超累 但唱得很满足 对 台湾年轻人都很爱去夜唱 不过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夜唱 因为在印尼的话 夜唱这个活动好像比较少见 几乎都没有 我们大部分都会在白天唱 或者是凌晨十二点前就结束了 对 所以你真的没有去过吗 我真的很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如果半夜去夜唱的话 会比较优惠 唱歌的时速也比较长 又有食物可以吃 而且白天大部分人都很忙 很难约 只好在这时间约 哦 了解 现代人越来越忙了 如果有要力的话 建议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秘密开地被包厢 如果想要发现情绪的话 不用害怕找不到私人的地方 嗯嗯 第四个字被包厢 第四个字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